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文献的材料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考古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埃及学者们对于埃及的年代学框架进行建构所利用的最为主要的一层材料 当然曼丽波士有什么的材料 除了它之外 我们所运用的有文献的考古 当然明显的考古 它们是搅和在一块儿的 因为严格的说来 考古学它分为广义的概念和侠义的概念 广义的概念和侠义的概念 侠义的概念只是挖掘 正是考古工作 广义的概念不仅仅是挖掘 其中包括挖掘出来的甚至是并不是挖掘的 地面上的很多文字的抄路对它的整体 我们说这是文献学的概念 但是也是考古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我们说文献学和考古学它是密不可分的 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考古学和文献学可能在同的历史时期 对于安吉学历史框架 年代学框架的研究 它们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由于是在的永远 也就是说 在安吉的文字还要产生之前 我们称之为史前史 史前史 即史 至史前史 还仍然是历史 对吧 那么这个历史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文献 没有文字文献 顾我们来源的严谨 我们靠的主要就是考古文字 考古 那么之后 尽管考古的材料仍然重要 但是出现了文字 也就是公元前 三千多年之后 古安逸出现了文字 这些文字的材料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让我们更好的动物系 以及埃及历史的变迁 那么 这些文字的材料有哪些呢 简单的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 一个是王表 王表 王表我这样子写的最重要的 一个是巴勒默诗碑 巴勒默诗碑 巴勒默诗碑呢 为什么叫巴勒默诗碑呢 巴勒默诗碑呢 巴勒默诗碑呢 从末期那个时候 撞刻上 撞刻上 因此 这个王表 这个王表 当然这个王表最重要的内容呢 他还是向前欠记 然后呢 列了自己的祖先 把所有的几乎 从袁语一直到 定王朝末的一些发文名字 都列了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年代节的 颜语才的巴勒默诗碑 巴勒默诗碑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是定王朝 仍然是一个非常早上的爱人历史 他给我们颜语的中间 也只限于定王朝之前的 定王朝末之后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材料 不过仅仅他 这个王表 作为我们研究 当时年代的一个所内文化 所谓的 因为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在 撰写历史的时候 可以撰写到未来的方言 我们只能 历史只能是以前的 有人开玩笑说 几秒钟之前的事情 都不是历史 但是没有人说 这个几秒钟之后 仍然是历史 对吧 因此我们说 他也只能限定 那除了这个王表之后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王表 我们来使用 有哪些呢 有这样的一些 一个是多灵草产 如果你们看错吧 可能会发现 一些书上 写的是 诸国灵 植草 而不是草产 为什么看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 英文叫Papyrus 叫初人Papyrus 这Papyrus 最早翻译的 应该是刘弘先生翻译的 刘弘先生呢 把它称作是植草 它既指 这个Papyrus 既指这种植物 造指的植物 要指 这个 用这种植物造成的植 所以它都叫植草 因为它用的是一个词 所以它就都叫植草了 但是我觉得植草 跟草是一种区别的 如果把分音分开来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植草 它究竟是植物呢 还是一种植 所以呢 为了这个清洗几天 我们现在把它植草 和草脂分开 凡是涉及到植物的时候 我们用植草 凡是涉及到雷线 涉及到这个植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草脂 草脂 多灵草脂 这就是新王国时期的 第十几王朝的 书写的一个蒙面 那个时候书写的 除了这个多灵之外 当然多灵的事 意大利也有这个事 也就是说 从此看来 意大利对于收藏 埃及的一些文部来说 还是不知道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还是有着其他的一些 不肯见不得人的一些历史事件 所以就发生过 通过偷 通过抢 通过什么渠道 这个我们去评论吧 但无论如何 有着其他历史的一些 埃及的文献在那里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阿比多斯 阿比多斯王表 阿比多斯王表呢 实际上是在阿比多斯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迪普斯附近的 一屋屋地 这个地方发现的一些王表 这个仍然是十几王朝的 书写的 书写的那些文献 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些 叫什么呢 叫卡纳克文献 这也是西方所的 第十八部朝 出在路斯三省时期 书写的这样的一个文献 在什么地方呢 在卡纳克神庙的一个 一个房间里面 西南的这个墙上 就是我们根本的这样的一个王表 除了这个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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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帕卡拉王表 也是十几王朝的 这就是 埃及的史上最为重要的 五个王表 这个王表给我们欺负了 尽管 给我们欺负了 一份非常珍贵的 研究五IT历史 特别是研究五IT年代 一时的重要的材料 它跑跑在哪呢 除了巴洛洞是非 它是比较早之外 甚至这些都是新王朝 一个是十八王朝的 甚至都是十九王朝的 也就是说 十九王朝之前的巴洛洞 基本上都在列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些王表 写的内容 写的内容 包括这前五个王朝的法老和名字 其他这些也都能够 这样就给我们一个互相比照 对于进行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这个很清楚就大了 很清楚就大 尽管他们的王表上 所列的国王的名字 不尽相同 但这种不清楚的地方 毕竟是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时间 罚了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是 让我们研究IT律师框架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除了这个之外 文献的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一个手段 除了王表之外 另外一个手段 什么呢 叫同期护证 或者叫同时在推证 可能更为确切一点 什么叫同时在推证 埃及的王表 是给了我们 国王的第一个华王 是谁 比如说阿汉 谁谁谁 伊塔 一直到这个 出了命 没有到出了命 你会到19、19、19 比如说一直到这个 拉美西斯二世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古埃及人 他们写王表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的令法 还远远没有 没有带出 还得过1919年才带出 在这种情形之下 会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习惯了公元2010年 公元2011年 比如说现在公元2011年 对吧 全世界所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说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这一年究竟是哪个年 但是对于公元前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这些年 王表也不可能标注相当于公元前多少年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公元 但是公元没诞生 他就不知道这是公元前多少年 那怎么办 那就必须找到一个时间点来推证 如果这个序列里面找到一个时间点 它是相当于公元前某年某年某年 于是前面的这一切便都迎刃而行 但问题是这一点怎么找 爱情历史 爱情历史 爱情自己人所写的这些有给我们的材料 在公元前 公元没有诞生之前 它早已经消失在已经了 早已经没有了 那咱们能找到这些时间点呢 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紧困 爱情没有不等于说别的地方的病 对吧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爱情没有这样的历史 但是不等于说别的民族就没有这样的历史 由公元前一直持续的公元后 或者由于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的手段 那么推证其他地方的一个时间点 它相当于公元前的某年某年 如果能推到了的话 这对于爱情的历史框架的恢复 也是这样的 也是很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 它都不是一个孤立 爱情的事 它不是孤立 它都和其他的民族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一有联系 这个时间就可以互相推正 互相推正 互相推正 这种联系互相推正 有几个时代非常重要 哪些时代呢 比如说特别是新王国时代 新王国的第十八王口 有两个法老 一个是阿蒙霍太古三世 一个是阿蒙霍太古四世 阿蒙霍太古三世 跟阿蒙霍太古三世 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阿蒙霍太古四世也不很清楚 但是阿蒙霍太古四世 有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就非常清楚 他后来把自己的名字 从阿蒙霍太古 改成了什么 改成了阿蒙霍太古 阿蒙霍太古 后来说的那个 埃及的宗教改革的主角 就被埃阿蒙霍太古 也就是阿蒙霍太古四世 当然在埃及我们 会到处看到他的雕像 所以他也是非常有名的 除了那位小八王 第十八王周末期的小阿老 托藤、托康兰、托康兰之外 他也有些非常重要 留下了很多很多形象 讓你也给阿老 他跟你的阿老 形象都不一样 他这个脑袋很长 后脑袖特别长 脸很长 然后呢 身材是上身上的下肩转 然后呢 领度又非常非常的困括 给人一种像女人的身材 由于这些特征 人们很容易记住 所以这位法老子 他的父亲阿姆布泰夫三世 两个人都娶了尼塔尼的公主 作为贵子的王后 当然是一家王后 然后我们说应该算是王妃 更为确切一点 真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埃尼这个文献里面 记录了埃尼法老 哪位法老 哪一年的时候 比如说阿姆布泰夫三世 哪一年的时候 他娶了尼塔尼的公主 而尼塔尼这个亚洲的文明 两个人的文明 他们也有自己的文献记载 是相当于他们的哪一年 而他们那一年 如果能够确证他的时间的话 相当于公元前哪一年的话 一向就 可以 推证埃及的这一年 相当于公元前的一千多多二年 对吧 所以这种实在的护证是一场重要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第十一皇上也有证 也是一个实在护证的正道的时期 刚才我们说第十八号这个时候呢 是阿姆纳时期 阿姆纳时期呢 有阿姆纳书信 在阿姆纳这个地方 发现了阿姆纳书信 阿姆纳书信出土之后 大部分很多熟悉都是和近东 也都是两个流域文明之间的通信的来往 这样为我们建立起来 两个地区的十年的护证 建立起来一个年纪 这是一方面的通信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 第十九王朝 阿姆纳书信 我们都知道 阿姆纳书信 和赫地 赫地 打了一场 旷人持久的战争 最后呢 在江西都下的时候 为了争夺 近东这块土地 也就是地宫海东岸的这块土地 打了这样的一场战争 持久了十几年 持久了十几年 最后的江西都下的时候 在亚洲帝国开始运起的时候 于是两个国家 突然发现亚洲帝国对他们的威胁 于是他们签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 被认为是人类变成第一个 和平条约 国与国之间 文明之间的和平条约 这个和平条约 它是有时间的 所以说 这种实在的规定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而近东呢 又发现了很多 天文世线的记载 其中包括 包括什么呢 包括日食的记载 日食的记载 包括他们的 特别有名的 两个留意的金星礼板 这都是一些天象的记载 而这些天象是有规律的 按照科学的方法 是能够推论 它是相当于公元前的来年 那么这个年代 如果能够确认的话 反过来 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 近东的时代 准确的时间 来推证 埃及的一个时间 它一个时间 就会越来越来越向上 和向下 我们就都可以 推出很多很多的 具体的时间 比如说 埃及的某一位法老 他统治的第17年 第17年 是相当于公元前的 1362年 那么他登记的 这个法老公元的第一年 就是在这个时间上 减去17年 就会得到他登记的第一年 同时他登记的第一年 非常有可能就是 上一位法老去世的这一年 这样就会把他们的这个 时间的整个的框架 建起来 上一位法老去世的那一年 他如果在这18年的话 那么再推18年 就是他的父亲 去世 他登记的那一年 对吧 这种方法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会加减 都不会成熟 就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重大 年代是这个问题的 年代是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所推动的方法 除了年表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同时在推这个方法 这也是一颗重要